继续来关心地方的新生 这是县府预定在今年底完成罗东段铁路东移高架或是原县高架 这两岸的可行性评估报告来送交通部核定 要是东移必须征收土地 地主担心会影响到权益和居住的品质 所以今天就特别来到县议会表达反对的立场 要求直接和县府来对话 宜兰反铁路东移相亲 今天上午在与南铁反东移联盟到民进党中央党部抗议之后 随即回到宜兰 据集县议会简报室向议会澄清 表达翻铁路东移的立场 同时要求县府出面说明 其他管政府是怎么不想说他抗议成本一个国家 就好了 怎么要抓住了 管政府要来抓来当面 那天在公司的县府中说 够开在五倍的成本 我们是怕是什么 怕就是来开又没关系 还来跟我们丁丁 我们在产业和土地连厨都会对 产业和土地都会对 那我们一世人的生活拼到这样 为了贪围 要跟我们拼到这样 所以今天去买来问看看 让我们的心里知道 我们是会刷或是不刷